这问说固体发酵是否可以利用透气、米带来做容器 如果用这个化学堂盖着这个沙网 它的底部发酵菌种是不是会有缺氧的问题 再来就是三年的柑橘苗 是否要去控制它的心芽问题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的筋肯定开来 这个底部 我们在做固体发酵 你说用透气、米带来做一个容器 一般透气性还是不太够 最好就是可以有一个汤 因为正常我们在工业上在做固体发酵的时候 它是一个汤 它会搅拌 一直把它揉上去 就是让它转动去揉揉揉 让它的透气性更好 所以是不是可以用透气米带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你可能一段时间就要把它揉揉 因为有时候我们把它放在地上 地上的地方水有自然的重力下降 水如果控制不好了水會沉下去 沉下去 它这些会更容易湿沉 它现在在沉沉 很容易变成不透气 不透气 因为不透气的一个管理 所以很有可能 就造成局部性的 缺氧的一种缺氧的一个情形 所以并说利用化工 缺氧的缺氧 缺氧的缺氧 确实是有可能的缺氧缺氧 所以最主要就是要把它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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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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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適合 有很多這種東西 例如說像木霉菌 自己來發出有什麼困難 我們一位同樣的朋友 因為他有這種做煮沛 或是什麼樣的作者經驗 所以他很厲害 有時候在我們買的時候 我們這位同樣的朋友 有幫他發的這些東西 他自己做的 木霉菌的庫培 拿去現場給我們看 真的是很有水準 做的東西出來 已經是可以說 差不多跟商業等級已經接近了 非常接近商業等級 唯一的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去做菌種的鑑定 沒有去看是不是雜菌污染 就是說因為我們要翻賣的時候 政府有規定說 雜菌污染的解析問題 但是我們自己在製作的規定裡面 沒有差啦 這真的是沒有差 因為我們做出來 如果木霉菌比較多 有一點點雜菌不要緊 我們比較快把它營營掉就好了 因為我們的食品比較沒那麼完整 所以有時候就包括像我們在美菌的規定 這個規定是不是做得很完整 這通常是決定他的成敗 美菌 再來就是說空間是不是有清潔 有沒有夠乾淨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窄窄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大體上 我們就比較容易有這種解析問題 所以怎麼樣去把這個製成 依賴我們可以改善的解析方式 裡面去做一個改善 我覺得這個都是 大家去研究看看 其實最簡單就是土壇 稍稍的清潔 稍稍的附近 漂白水先噴噴 過一兩天以後 把這個蒸好的米菌放在土壇 放在土壇 放在土壇 這個煙米菌 用一些木霉菌 用這樣一個方式 讓它來做一個發酵 發酵的時候 就是透氣 就是割這個反對 這段時間我們就改善善的 這段時間就改善善的 這通常會有它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 一種的一個環境 你沒有保持得很乾淨 所以雜菌污染在所難免 這沒什麼要緊 但是透氣性 一定要想辦法改善 因為如果透氣性不好的時候 這個木霉菌 是好氣性的一個 你要快速發酵的這個過程 它是一個好氣的過程 這種反應 你如果空氣不夠 你發覺不起來 發覺不起來 變成白狀困的來 白狀困的來 白狀困的來 就比較沒那麼的合適 簡單來說是這樣 所以這在這裡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就是說 代替兄 我們在這個處理 你可以這樣做一個 這個就好了 盡量去試試看 看這樣子會不會有太大力 就是說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們有很多這個工作 我們是沒辦法做到 說 每行都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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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像工廠這樣 工廠這樣 工廠也不一定好 但是 對我們來說 我們過用就好 過用就好 過用就好 這可能就要 透過一個 這個嘗試 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試試看 這個 這個 可能是 比較要緊 就是說 先去跟他 嘗試著 嘗試著 去跟他做得好 這通常是這個目的 這大概是在這裡 這個 比較要緊 目的是什麼 這個 這個 我們的目的 是什麼 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 要解決的是什麼 這樣的問題 有時候不能完全 不要無目的地去追求 對我們來說 有時候也太 太花時間了 沒有那個比喻 有時候真的 是 真的是沒有那個比喻 這樣 來 另外一個就是說 第二個問題 在我們 柑橘類 柑橘類的時候 我們好朋友說 這個 這個 東西 三個 一個 這個 柑橘 要怎麼 來 幫他做一個 做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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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裡 就是說 我們要注意到的 這個 柑橘類的時候 社長在觀光 最主要是 他的一個 基本術性 基本術性 這段時間是 很重要的 就是說 這方面要讓他開金 這方面讓他的基本術性 基本術性是沒有什麼 什麼樣的 這個 算 讓他去 維持一個 良好的 這個 這個 因 就是說 要有計畫 有機會去幫他 去幫他做一個 這個 管理 不能說都沒有 沒力氣 沒力氣他就生得 河沙沙 你到時候 要煎 有時候也比較沒有糖 比較沒有糖 好煎 這個通常是有 這種情況 到第三年來 一般秋節 如果是比較弱 可能你也是一樣 這個 比較弱 一般我們通常 在台灣就是 台肥五號 台肥五號 的 這種 這個 這種 背料 來做 這個處理 所以 這應該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 一個問題 所以 這個 在這裡 所謂 這種 五號 它就是 蛋 質 比例 比較高 但是這對 這個優秀來說 沒有什麼差 但是就是說 不要太多 一定要知道 就是說 肥 我們不要太太 不要太膽 就是說 可以少量 這個 油煮 再來就是水分 一定要充足 這個 水要有夠 當然不能吃水 這大概是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 在控燒 就是說 最主要的 基本的 手 就是 最好 是可以做 一個自然開心 地方 我們就 稍微 冷 一般 通常 我們 肚子 一般 是 差不多 60公分 以前 有的人 流 很快 其實這個 發言 很容易 所以 開車盡量 不要流太多 最起碼有一個 60公分的 管道 開車 開車 開車通常 有一個基本的原則 以前我們說過 三三字 就是說 流三車 三車 結合三車 這樣就已經 三車 來做一個 基本的 一個組織 這樣就夠了 一個主委 又流三車 村的我們就可以 用 就不要去幫他 幫他 控制好 這 一般 大概是 這個做法 如果是 小廠 小廠 就生得很旺 稍微來幫他 煎一下 讓他 稍微有一個 這樣 比較好 有的人 現在有的在種 柑橘類 也有一種 自然 雞材 感覺怎麼樣 其實這樣 比較不好 我們基本的整支修剪 裡面 可以維持 現在就是維持 一個基本的 一個國際 這個基本塑形 基本塑形 這樣 是比較好 當然有的 這個品種 它是比較小 或是比較多 的 這種 種比較白的 你租 就不用老 我們剛才說 要60公分 所以有的 不用老 其實 主委 如果有的 老氣是比較好 所以可能是這樣 那新鋒 新鋒 新鋒 一般是第三年 就要注意 基本的那些量 有夠就好 所以就 有一個 立體三角形的方式 不要太過多 如果像是像 尤其內地 若是 遵量 它 Mushroom 或是太小 就是在画入木 裡面的他道 可以將它 煎到 比較大 這個不要流太小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 因為我們在世長的時候 第一年 第一年蒸的時候 可能就是差不多撈一串 一串關起的時候 你會把它剪掉 現在把它撈起來 撈一串 做這個豬威 現在第二年撈兩支比較強的豬威 小枝條這種的就都放在那裡 第二年都沒有在煎 第三年一開始 第一支援前面撈兩支援 這樣就三支援 三支援有夠了對不對 支援再來就有一個 還有一個雅組織 就是說第二階段這個分車 再把它撈起來 這是今年 其實是第三年 我們在做的這個工作是這樣 第四年開始就要撈了 就是說 稍微把他撈電下去 不要太過頭 但是盡量不要把他撈得太扁 因為他撈太扁 其實是那個基調 有湯匙還沒湯匙還沒湯匙還好 所以你說這個新鋒 是不是去控制 很狠的 這很窮 可能要稍微黏一黏一黏 要把他煎 然後稍微修正一下 這樣起來就好 不然現在如果想過頭 他會變得比較亂 那種手形就比較亂 小時候如果叫亂 後來會比較難做工作 所以不要讓他想太扁 不要讓他想太扁 這是我們在這個廣告裡面 至於說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他的金 就用一些比較開金的 這個東西 譬如說 我們在用這個 沈海濾澡 這個給他灌一層 一般在灌這個 大概這個時間 六月已經上五月了 再來 其實他 金的一個 金 金的一個 發育 度數是10中 從二月開始 二月是那個根源體 新的一個金的元體 開始蒙發 開始燈檔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一直開始大 到五月這個時候 二月看運動 在台灣差不多開春 開春那時候 在根源體 金的元體 就要出來 到五月 剛好金的發育 一個巔峰 一個縱貫 所以這段時間 你要灌一層 這個榮林菌 這個適當該用 這個榮林菌 然後就是說 肥不要漏太高 這 這都是一個開筋 很重要 一些這個工作 有時候說 要漏一些肥 去開筋 其實這個有時候 也是對 但是 有時候 這個肥漏太多 已經就不會開 所以有的人 適當該用 一層 這個果樹生長數 所以 董尼菌 這個東西 大概是三千倍 超過的 並說這段時間 他剛才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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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發育 所以 基本上 這個是一個 還不錯的 一個做法 所以 在這裡 可以讓我們 好朋友 做一個 參考 大體上 這樣 是這樣的 這個情形 所以 你們是在這個 應用 裡面 可以這樣子 來操作 所以 這樣 筋就比較容易 拖開 再來就是 這個 垃圾的時 垃圾的時 不是只有在 樟頭 我們要 旁邊 盡量要 讓它 往兩邊 去誘引 因為 筋會 吹水 吹肥 所以 稍微 讓它 留在旁邊 稍微 有目的 去 跟它 跟它 通常 對筋的 一個 康電 也有另外一個 好處 這在這裡 讓我們 好朋友 稍微 做一個 參考 好 有 的 對 人 在 好 是 兩個 還有 好 好 慢慢 感谢观看